妹妹你來 姐姐跟你講 不要那妹子氣笑 因為小妹啊 笑得有吹 年紀輕輕不學好 在那邊 沒人騙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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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 在我生之前 爆炸騙集團 踢爆她 不要惹網美不開心 王思長期被不笑噎著 登錄影片和照片拿去賣產品 這次她真的不忍了 我真的非常的厭惡 影片被盜用照片被盜用這件事情 因為從以前開始 一直就是有這種不肖的廠商 公司以及詐騙集團 一直在做這種事情 我真的 很偶大 怎麼會有人敢做這種事情 然後覺得 我們不會發現 這只是遲早的問題 欺騙是最要不得的 知道嗎 法律 因為嘗試不要那麼薄弱好嗎 然後我覺得最要不得的是 態度 就是呢 你在限動大肆宣傳 那你有本事 你也要在同一個地方 跟我澄清和道歉 也不能大街上打人 想像著道歉 然後 竟然問我說 他刪掉了 那我可以把限動拿下來嗎 我為什麼要把我的限動拿下來 你們拿我去宣傳這廣告多久了 24小時的限動都還不夠我澄清欸 我還想關在那七七四十九天欸 你真的沒放一個七七四十九天 絕對不是我的個性 每一句話都 惹火我 反正他講完就說 他收到很多粉絲的謾罵 還有留言的指責 他知道他自己錯了 然後他說 他也跟公司的人說了 請大家不要再罰我的東西 我就問他說 還有其他人 他說對 我剛剛也請他撤掉了 你抓男友劈腿抓到不只劈一個 那到底是誰造成誰的困擾 他如果現在是我被造成的困擾 不是你來跟我講說 你現在很困擾 你又讓我抓到啊 你要困擾什麼 你偷誰的不好 你偷到一個洽雜我了 真的我跟你講 我坐月子的時候超閒的 我只要上去蝦皮 才要看到誰在用我的名字 跟用我的照片 我真的就沒有一個要放過 我跟你講 我自己還私信好幾個說 可以不要用我的照片嗎 每天在那邊抓抓抓 跟抓猴一樣 詐騙集團的嘴臉啊 就跟渣男的嘴臉型一模一樣 我是故意的啦 然後你原諒他 他就會再幹一次 懂嗎 詐騙集團就是渣男 看到他就是要往死裡打 你要給他留一點點情面啊 他馬上就會再活過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 不要理